大考,刚刚上线,没想到差评一片,它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。 综合网上的差评,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层面。 剧情悬浮,与真实的考生生活不符,校长不会亲自管纪律,宿舍闹腾,没人管也不会存在,课间背书向放扬。 2022年的剧情,调色像1999年一样,不符合现实。 说话偏书面语,不口语话,例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,孩子才六岁,他还有大好年华在前面之类的。 人物太多,以至于到第三集还屡不清楚人物关系,不聚焦,支线有点琐碎。 虽然有人说网友们的评价一针见血,但是觉得这部剧还是优点大于缺点,值得一看,尤其是它的剧情搞笑,人物性格鲜明。 首先说到和高考生活不符,其实国家很大,每个地方的高考情况都不一样,而且电视剧肯定取普遍性中又带点特殊性,剧中课间被课文和体育课被战斗很有高中色彩,还有五点起床等等。 剧情搞笑,例如王千元与陈宝国饰演不同代表的校长,他们还有另一层身份女婿与丈人,他们的互动你别说,搞笑得很,陈宝国饰演的校长去找他,拒之门外不说,还搬了把椅子,让他隔远了沟通,两个戏骨的标系更是让搞笑了起来,果然是实力派演员,看他们演戏是一种享受。 除此之外,胡先旭饰演的周博文与他爸爸颠倒过来的脚十分搞笑,网引爸爸与学霸儿子,儿子管爸爸第一次见,而且可以从戏之末节中,看出这个爸爸的被管和描耸的态度,是在表达对儿子的爱。 人物角色先明,其实说人物太多,其实不然,这部剧主要选取了五个重点角色,而其中三个是最重要的,留守家庭的高三学生田文文,有一个不负责任爸爸的人, 周博文。有自己喜好,但有一个强势妈妈的吴家俊,支线是家庭贫困指和爷爷相依为命的高明宇,与父母离异的孤独孩子潘小轩。 演技咖的标系,十分过瘾,除了老戏股门的陈宝国,王千元,与郭涛,梁靖,还有新一代潜力股门的出彩表现。 总而言之,虽然有瑕疵,但是瑕不掩瑜。